可是 好好地去爱她 她虽然看上去 坚强务比 但其实内心是 非常脆弱的一个人 可是她不爱我 曾教导演 你不是没有机会 真奇怪 我们俩这样 不像是情敌 倒像是闺蜜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跟你说什么 都是我的错 真的是我的错 我该走了 你不能走 你必须留下来 你必须留下来 留下来 回去我能怎么样呢 刚才那么尴尬 你不是 你才兄弟 Jesse shake! 你是你选择的 一 spill? 一群小白 你们还没在قد Nej! 您还不?" 你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去接受 一定要记住 高盛涵表面上是一个很硬朗 很粗线条的人 可实际上 他的感情非常细腻 敏感 他最不愿意伤害别人 尤其是对他人 所以他时常让自己陷入了难的境界 他宁肯牺牲自己 也愿意他爱的人得到幸福 所以在战场上我们都信任他 他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战友 这就是他的优点 同时 这也是他的弱点 我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在感情上 他是一个特别优柔寡断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对他好 对蓝牛好 对他的父母好 这样他就会陷进去 然后考虑该怎么做 你 你是说 他是一个古典的一种主义者 所以你一定要去激发他 牺牲自我保护弱小的本能 还有 还有 他 这你一定要对他好 其实他挺过的 这 什么情况啊 敌我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那又是看不懂吗 爸爸 牛是答应我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蓝牛是一家人吗 是 可是你没做到 蓝牛 妈妈她 妈妈她 你想告诉我 妈妈已经死了 赵老云 海豚 海豚你给我站住 你这也逃兵 我不是逃兵 我 你干吗呀 你拍股头片啊 我听你的话 我去了 结果呢 三十年了 我没这么尴尬过 这不是必然的吗 你比我了解非狼 你怎么能勾手相让呢 可是现在情况很复杂 真的很复杂 而我讨厌复杂 现在十年之后 还是很复杂 我为什么老是要面对 这种复杂的情况 我不过是爱了一个男人 难道这有错吗 为什么非要面对 这种复杂的情况呢 我为什么不能像你 那么简单直率的生活 那么简单直率的相爱 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我 你怎么会觉得 我活得简单直率呢 你爱王兴 王兴也爱你 你们俩又年轻又心无旁无 难道这也不是 简单直率的相爱吗 要真是简单直率就好了 怎么 你还能有什么情况 你看 钻戒 王兴都送你钻戒了 可你好像还没到 王回年龄吧 是没到 他也没跟我求婚 那这钻戒哪来的 我抢来的 抢来的 对 是我抢来的 有的时候你就得装糊涂 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靠你自己去抢来的 这个戒指 不是王兴打算送过的 我都知道 但是我把他抢过来了 还突然 开出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出手啊 空手相让 最后痛苦的只有你自己 王兴是不是有情况 他脚踩两只船了 那倒没有 只是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 那个消失的女人 现在说你的情况呢 你是真的要出手啊 我没你那么勇敢 你就和飞狼一样 两个人看起来表面上都是勇敢坚强的 可一遇到事就往后缩 俩蜗牛 真是没吃 蜗牛 对 就是蜗牛 你们两个都是蜗牛 只有知道缩在自己的壳里 以为就没事了 可你们天天都要见面的 你觉得逃避能解决问题吗 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哭呀 总有办法能解决的 可是我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去想 我就想自己放松一下 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支出心 这是你我太累了